欢迎去看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现在 日本跟美国都高度的关注 我们的金门危机 但我们的海选署的官员在干嘛 在吵架 他们对于整个发展的状况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对策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替代方案 每天只是在转移焦点 我们看到日本一个新书 封春剑思写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危机 习近平新型统一战争 他也提到说 如果中国要在台湾 发生所谓的挑衅的话 他会选在哪里 他会选在金门 而且他就会在选择 金门金下海域的管辖权上面 发生事情 发生事情 这是中国的第一步 没有想到 现在整个事态的发展 都跟封春剑思当时 所描述的 所推估的一模一样 连美国日本的戏刊复事 都大幅的报道 而美国之音还特别强调 美国之音对这个事情高度关注 之前就讲过 中国要利用这件事情 要来蚕食 惊吓的海域管辖权 现在讲得更白了 中国利用金门快点事件 要侵蚀台湾的管辖权 台湾如果没有强力的军事存在感 会给中国更多操作空间 所以美国之音 我们讲 美国根本就透过美国之音 来指责台湾 你根本没有强力的军事存在感 因为台湾没有强力的军事存在感 现在中国的船舰 它的海警船 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把我们的限制海域 完全当作巨文 完全不在乎 还有你现在看到画面 它根本用体型庞大的海警船 来压迫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 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只是要问一句话 我们的海巡署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安会 到底有没有能力来应付 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来面对这样的状况 如果渔船进到我们的海域 我们要把它驱逐出去 现在海警船也来了 现在它的整个船只都来了 我们的政府到底要如何应益 你到底有没有策略 还是只是像过去 整个清朝腐败的官员一样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祥不走 完全的从头到尾 装死不动呢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 大家好 好 雨萱 刚刚讲的 现在美国跟日本 都高度在关切这件事情 反而我们最高的当局 现在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而且这个版本 一而再再而再地改变 然后你连定刀都没有办法定刀 在没有办法定刀的状况下 只会内部吵架 保罗哥现在是台湾不挤 即时美日 为什么会挤 你看到这个状况你能不挤吗 来 我们看到金门 这赛日4号你知道 保罗哥早上发生什么事情吗 共军亲蒙大 距离我们的古宁头 这个最北角 你看到那张图 它只有多少 0.487海里 换言之 它为什么 它这个叫做 可以靠近的极限距离 保罗哥你知道 在往前一步会怎么样吗 会搁浅 你说这个地方是古宁头 古宁头 在古宁头这边 0.487海里这个地方 它从这里走过去 对 而且呢 它其实为什么 理论上来讲 那是因为它没有办法 再往内靠了 再往内靠就会触礁了 又搁浅了 就会搁浅 你就知道这有多近 世界宇宙无敌 你就我们的官员 完全没有那个态度 反而是美国紧张兮兮 这个是VOA 叫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它其实有一个特色 它代表着美国官方 一个高度的色彩 因为它整个结构的关系 它讲说什么 希望台湾能够赶快 更强力的军事 来去对抗去嚇阻 它要台湾有 强力的军事存在感 对 就台湾做什么事情 不知道 避站 邱国阵说不关我的事情 我们的管兵你在什么 忙着在国内吵架 跟大家闹得一塌糊涂 它在吵到底是壮传还是世界 定义名词 它在吵标题 它在吵新闻 所以这件事情怪就怪这边 包括你看日本的反应很大 日本我们讲了 这个我们讲 风村剑斯 它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跟记者 他都提出一本书 而这本书现在你知道登上排行榜 上销排行榜的第几名吗 第三名 所以代表说 日本上销排行榜的第三名 是讲台湾有失日本的危机 对 因为代表全世界每日 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最不关心的 反而是我们政府 但你看我们现在台湾 为什么美国这么气愤 又完全无所作为 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海巡 去跟着海警 当中国海警 亲朋大后 越过我们的近限制水域的时候 来 各位就现在看到的画面 你看这个大小巡超多少 前面那一艘是我们的 前面是我们的 海巡船 后面是中国海警船 对 还要轮硬 然后你看 超太多了啦 中国海警 后面是个字喔 China Cosca 有看到没有 在后面 大小巡超多少 等一下 你说 中国海警 然后进入我们海域的时候 我们的海巡船 那么小小一只 只能在旁边 半航 半游 半游 就几艘 他们一艘大的来 我们三艘四艘 就这样默默的跟在旁边 保育跟你说对啊 我们应该有些强烈的执法做 那我们能做什么 去跟他冲撞吗 去跟他碰撞吗 去跟他撞船吗 完全不行嘛 我们就只能这样 默默的看着他来 默默的看着他离去 只有等到他心甘情 因为绕开心了 绕爽了 他要走的时候 我们才能走 而且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讨论到了 最极限竟然已经逼限到几公尺 就是那种水深几公尺 因为那是大巡 不到0.5海里耶 对 然后我们的完全不能干嘛 而且你看看更下面那张土 更离谱 中间是我们的金门 那个蓝色就是海警 他在巡航的线 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 等于是完全把你包围的态势了嘛 结果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防部跟你讲 没有啦 我们必战 海巡署也跟你讲 我们强力捍卫我们执法的决心 用嘴巴讲 嘴巴讲完之后 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作为 没有嘛 没有任何作为 所以为什么这个日本记者 他会提出这个市井 我跟他报告 绿营的支持者不是讲 我们要捍卫我们政府的后队吗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海疆吗 而且我们绝对没有错 是他侵入我们的海运 我们把他赶走 我们有什么错 保德哥 如果嘴炮 有跟水炮一样有用的话 我们早就把他们驱离干净了 通通都打嘴炮了 没有半年做法嘛 对不对 王定宇不是说 要让这个大陆 让这个中国的海警船 付出代价 请问他们付出什么代价 没有吗 就是来我们台湾 巡异一圈之后呢 然后有人伴有 这代价就是这样子 通通打嘴炮 但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 这个日本的这个 封村剑尸 这本书会得到畅销书 我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背景 他是很有名的研究员 甚至得到多次的这种 世界级的新闻大奖 因为他这本书出刊的日子 是在2月19号 结果你在他书中 你知道预言哪一本 一句话是什么吗 保德哥 他竟然讲 他说如果中国大陆 开始登检台湾的渔船 那代表他们即将要实现 他们统一的野心 而会 这是第一步的开始 所以他的第二章 里面有一个 领检军事演习 台湾的物流 他就说 这个领检就是 他上我们的船了 对 所以保德哥 这是不是刚好 印证到现在的状况 就如同美国讲的 你如果不贺子 你如果不动荷 没有相对应的武力作为 他会一步一步 蚕食精吞你的主权 而对应到这个日本学者 为什么我们讲 每日这么急 因为他很清楚 当你登船的那一刻开始 就代表 他要开始对你的主权 对你的整个 包括国家的领土 领海 开始蚕食精吞 所以领长的 你只要有任何一点的 军事训练 或者是你有一点点的 军事幕僚 军事参谋的训练 每次演习都要干嘛 我要做很多想定 很多的想定 我要很多 我要很多的作为 很多的作为 我要干嘛 让我的主管去裁夺 所以 今天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当台海要发生危机的时候 日本 美国 他们对台湾有很多想定 那美国想定 每一个想定 每个状况 它的整个严重的程度 到底是第几级 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而这个判断 接下来他们有什么作为 他们也都会有 结果 台湾什么都没有 对而且你看美国最近还做什么 宝贝哥刚刚讲的嘛 美国他现在为了说 因为我必须要避险 我总不可能亲蒙打 所以他透过一个叫做 空气监测品质 空气监测 没头没尾的 然后从南韩这边飞一条线 宝贝哥你知道那条线是什么线吗 不是航线喔 那是什么 海峡中线嘛 他在画线嘛 他很紧张 他帮你海峡中线画一条线说 我告诉你 这条线你不要越过 你不可以越过 然后开始瞎拜一堆理由说 我们为了空气品质要监测什么 而且不只是从南韩 还从菲律宾野派来 上面给你画一条 跪下给你画一条 这就是第一岛链嘛 对嘛 那我们讲了嘛 每一日很紧张嘛 宇璇 为什么路透社讲说 台湾现在面对中国是 就是说 他会持续不断的 等于说 给你施压 他等于说像水滴一样 不断的滴滴滴滴在台湾的头上吗 保安哥你仔细细想 中共在整个事件处理了 他的态度是什么 第一时间相对克施 对不对 直到管彬林讲先出 禁限制海域之后 给他逮到的机会 他开始做什么 海警船四艘先来 然后一开始还不敢 这个轻举妄动 在外面晃啊晃 然后后来第二件事情 开始变成什么 开始上你的渔船了 开始去登检你的人了 去检查你的船舶证明了 然后紧接而来 顿位越来越大 滴水滴了 这个水滴开始 滴水会穿石 而且它是越来越大滴 然后军舰也越来越大烧 开始什么 四千吨的 八千吨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大小烧差那么多 然后距离呢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逼近你 他在试探你的底线 进入到古林头0.5海里了 对就是你如果 台湾中华民国这一方 没有任何的作为 他就会蚕食侵吞 朝着你步步逼近 他在看我极限 能够压缩到你什么程度 那我就请问 你对照出我们现在的 国防部长态度 就是说军方不介入 而邱国正讲说 这件事情很有压力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管 也无法管 然后我们的管壁 忙着在国会 跟人家讲标题的问题 然后报告只有六页 然后司法案件 瞧到现在 瞧了十几次 他们有没有打算 解决这问题 可是他讲啊 你不可以用撞船事件 他说撞船是中国 最想用的名称啊 这个在把政治话语 这不是解决问题嘛 他说撞船是中国最想用的名称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第一时间讲说撞船的是哪一个单位 海巡署 不是中国 是喊群署哦 海巡署召开记者会公布轨迹 公布经济 所以说我们发生了撞船 对不对 那到后来 现在管壁林甩锅说什么 说那海巡署物质啊 保抵哥 请问会有物质吗 当然不是嘛 是从谁开始 陈建仁开始 是陈建仁在立法院执行的时候 明明大家都讲说就是撞船 结果他就讲 没有哦 各位不能讲撞船哦 这个是造谣 这个是以而传而 政府会开始定调了嘛 所以民进党政府 一直到陈建仁在立法院 执行的时候 才定调的 没有要解决 所以以前在荒腔走板 对就是没有要解决司法问题 也没有要解决国际争议 也没有要解决两岸问题 他们只想要做什么问题 政治操作嘛 我就是用政治操作 反正现在弄一个蓝绿对抗 大家信的人信 我们都不管嘛 所以你说为什么会台湾不及 及时美日 你仔细看哦 美国现在是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哎 Google map突然突如其来 公布一件事情说 你看啊 美军在台湾的基地位置 就有一大堆绿扁帽部队 什么桃园 屏东 澎湖 金门 保抵哥我问 等一下 花这个点都是美军在的地方 对那我就问嘛 请问平常如果 没有要公布 没有要恫吓的话 他们会把这种资讯 突然公布在Google map上 公布在苹果地图上吗 当然不可能嘛 所以代表美国也急了在宣誓说 我跟你秀肌肉 你大陆不要轻取妄动 我在这边有助人嘛 这才是他真实的目的嘛 所以美国之音特别强调 如果台湾没有强力的军事存在 会给予中国更多操作空间 台湾现在就完全没有军事存在 结果美国的军事就来了 你不动我只能自己来了吗 不然我怎么办 因为我千呼万万再三跟你台湾讲 台湾就是没有任何作为吧 所以各位 你仔细看 现在美国是连航空母舰 比如说我们以罗斯福号 这个罗斯福号来讲就好了 他罗斯福号呢 第一个很罕见的 他的位置定点在台湾东部外海 你看26号也在 27号也在 28号也在 3月1号也在 就在跟你讲这种种 他都在这个地方 这是台湾 他就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3月1号还在这里 他在讲 I am watching you 我在看着你 我在盯着你 不要乱弄 而且你仔细看 甚至是过去我们讲 B52 这种隐形轟炸机 还飞过罗斯福号的上空 然后画面还跟你讲 这还他们公布的 对 他们公布了嘛 就跟你讲说 我还在这 而且他B52 不是一般的B52 为什么 他装载了 你看他装载什么 HM 183A 这个是什么 超高音速导弹 所以他一直在跟你讲说 武力恫吓嘛 所以显然当台湾方 完全没有任何做法 没有任何作为 没有任何恫吓的时候 逼得美日急的跳脚 只能亲自下下阵来 但我就问 如果冲突拉高 撑土松温到最后 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官员 竟然还没有了任何立场 难不成要把所有的防卫 所有希望 寄托在美国跟日本身上 那我觉得这样好 装死让美国来保护我们 不可以吗 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过去我们讲 我觉得这是高招耶 装死让美国来保护 把我给你讲对了嘛 所以这就是有智者讲 这叫郑伯克断于焉嘛 就我刻意的 故意的不断的摆烂 摆烂直到 温度升温到 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期待能够有人 来因此来制止中国大陆 而这个人会是谁 他们期待的当然是美国嘛 现在我也搞不懂是 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他一下讲 你跟我三分钟太短了 然后又给你 你只有一个六月的报告 我完全听不懂 照理讲我想知道的是 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怎么善后 这件事情 人家美国跟日本都进来了 结果你好像无头苍蝇一样 现在如果美国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势力 可以用的话 那你就硬起来 而你展现出来不是这样 从一开始就荒腔走板 今天在争执跟人家吵 说这个有没有撞船的 这个问题 不是撞船 碰撞 你今天周美国又跑出来说 我有雷达轨迹图 有雷达轨迹图 我的传向传述我什么都有 如果是这样 那就跟中国谈判 一翻两瞪眼啊 一翻两瞪眼就好啦 你还在那边狗狗地干什么 你还在那边讲 就是因为一开始也说没有啊 然后就现在今天在立法院 管碧琳跟周美国 周美国就说 也是有雷达航击图 我们交给检方了啊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管碧琳你到底想做什么 上礼拜你又改他的这个 这个专题报告 今天呢 所以造成今天 蓝绿两党都动员 然后管碧琳 你自己出了这个状况之后 你没有先跟 立法院内政委会招委协商 然后你私底下就发了这个简讯 跟高金苏梅道歉 那高金苏梅的这个 收到你的简讯 是回复你 上其量查 因为管碧琳打了那四个字嘛 他个人接受你了 可是后面你突然又发一个简讯给他说 原住民在我们海巡单位 尤其是暗巡部队的这个比例非常高 那我已经交代所属 要注意以后他们的升迁状况 你打这个干嘛 你是要恐吓还是要交换条件 还是你想要表达什么 不懂所以管碧琳你处理事情 你起码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对不对 我现在看这个事情发展 我头都昏了 以前大家很多人支持民进党 我相信你的国安团队 你会把够台湾 护住台湾的主权 结果你现在让人家前门打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觉得更不要的是 邱国正 照讲你是最关键的国安团队里面 拥有真的 拥有兵权的 不管我的事 我不要升高冲突 好像跟他都没有关系一样 对你要知道 整个大家现在台湾民众最关系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安危 现在对岸已经亲门踏户的情况之下 他故意把这些执法事件 把他升高成为政治的对峙事件 他要把弱化你的管辖权 弱化你继线式水域 弱化你的海峡中线 不是 就像路透在讲 其实他怎么 他相当武艰意在配工 对谁 他其实对赖清德 他要在你之前 他要不断地跟你滴水滴 跟你滴压力 让你在这个520之前非常难过 那你今天 你今天蔡英文跟赖清德同党呢 要同舟一命呢 怎么好像都不关他们的事 是啊 问题是哪里 问题是你今天邱国正国防部长 你至少要做到520吧 你做到520之前的话 你领不领中华民国的薪水 领啊 领啊 那你今天做国防部长 你是不是要因应作为 要啊 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讲说 这个知道对岸大陆要弱化海峡中线 所以这会对这个所谓的 未来没有缓冲一地 你不是废话吗 这都废话嘛 你应该告诉国人说 我今天国防部准备要怎么来 停海巡 怎么来维护我们的 这个所谓生存空间 这个安全空间 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跟大家说嘛 而且就算你不说 你也要说这些事情 我们已经在处理了 为什么安定民心嘛 坐上敲一天钟 对不对 我们讲说 你可以故弄玄虚 你可以说我们一直在做 大家事不一代 你吹牛都可以嘛 安民心很重要嘛 那我说 我们不要有身高冲突 好像你很怕是一样 是啊 所以因为你是国安团队 因为真枪实弹 你的兵权都在你的手上 那你今天来讲的话 你不调动潜降的话 你这时候海巡 每天在面对的海上 这个中国海警也好 或是中国的军舰也好 那么航蓝大物都在出现面前 要嘛 你今天试试看嘛 跟美国之间 跟日本之间 有什么联系协定 都出现嘛 都做给我们看嘛 所以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知道 以前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中国在面对美国强大的 这个军舰压境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 他派他的渔民出去啊 去丢木头啊 用竹竿去戳人家的军舰啊 人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做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smart一点 为什么做一些事情嘛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 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 这大家不是要的答案 大家要的 我们国防部长 你的策略 做法 你的国防部长就要站出来 然后去立庭海巡 当然你今天国防部有讲说 我们跟海巡之间 有什么联系协定 问题是大家要看到实质作为啊 那个画面一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会害怕啊 所以你今天最主要是个安定民心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 好 雨萱 刚刚讲到 现在日本跟美国 都高度关注现在事态发展 高度关注这个事态发展 一个关键就刚刚讲的 它其实很单一什么 中国把内部问题外部化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很多资料 第一个 你现在在两会期间里面 你之前的三中全会 居然没有开 三中全会非常重要 就是那是你的经济订某会议 你的经济订某会议 竟然没有召开 而且你现在从任何数字来看 中国也太惨了吧 保罗哥这现在出现一个怪事 因为大家知道 三中全会这件事情 三中全会这件事情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定定未来伟大的经济方向 一个政策嘛 包括过去中国改革开放 以及相关的经济政策 都是在这个三中全会去认为 但去年出现一个怪现象 就没有三中全会 对没有三中全会 代表他们对于经济怎样 完全没有方向 因为经济实在太烂了 烂到实在是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干脆索性不要谈 就到了今年 又出现另外一个怪事 就是说中共可以开了两会嘛 它的两会当中呢 原本理论上来讲 都有一个人特别出马 这个人叫谁 李强 李强呢 作为这个总理 他要出来什么 召开记者会 然后跟这个外媒啊 跟这个世界各国的媒体啊 大家侃侃而谈啊 去聊聊说 未来这个远大的月景跟理想 就今年 李强有没有出来 没有 没有出来 所以连李强都消失 所以他们就讲了嘛 通常是有特殊情况 怎么会说发生这件事情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中国内部的经济 到整个政治 真的出现大问题了 搞不好李强的位置 能不能保得住都不知道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啦 他有一个带税羔羊嘛 经济搞垮 经济搞不好 谁要来负责 搞不好你从这个讯号来看 李强要负责 李强要负责 因为中国他是不会无缘无故 依照惯例 该做的事 该办的事 该敲的钟 该当的和尚 该喝的水 就得做 没有 那就是代表事出必有要 更可怕的是 一些怪事情 一个一个跑出来 这一讲吧 很多是工厂大火 后来是贵州大火 现在越多人 越把贵州大火 就开始去了解 贵州大火后面 太可怕了 对 保冷哥 现在贵州 是火烧连天 你会看到 我们刚才右边 这贵州 对 他这个就是像什么 像世界末日一样嘛 代表他是整个山头 从安算 普安 什么辽宁 贵阳 这个水城 到处反正烧得乱七八糟 但我就讲 到底这个火 总共221起 各位 它的起源来源是哪里 因为现在官方跟你讲说 这是整个贵州 那你说在这个区域里面 到处都是火 它的燃烧面积 有个不多啦 两个台湾大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啦 整个都烧烈烈 住宅区也烧 山也烧 包括我们讲 连区镇附近都烧 但他们现在在讲 官方怪异在说 找火的原因 森林大火 你总有一个交代嘛 就你知道官方 他们在大陆 你在内地 你在中国 你其实听不太到贵州大火的消息 盖掉盖牌 对 你会以为说已经大火被扑灭了 他们知不知道有火灾 多数人不知道 知道的人也以为火灾已经扑灭了 然后开始举一些光盖路里的理由 说什么 有一个男子 也觉得生活过得很差 所以份额的这个行凶呢 这个纵火 然后还有人说没有啦 没有不是是有些这个村民呢 这个种田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烧稻草嘛 要烧这火 它这个土壤才会肥沃嘛 所以他是为了种田 所以烧火 还有人说是小男孩 过年玩边爆发 贵州是一个天无三日情 地无三里平的地方 它算是一个高地 高地这个地方是相对凉爽的地方 这个地方相对凉爽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以前绿昂然 可是它很少火灾 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 不容易有大火呀 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温度 它的温度常年大概只有23度而已 所以你知道它被向重 做什么使用吗 它是中国大陆的大数据中心 人家讲有矽谷 它不是这是大陆的这个宿谷 因为代表说里面呢 所有的包括什么 Amazon Google Apple 反正你想得到的 而且这是官方哦 中央强制要求说 要这些单位来进驻 所以腾讯的数据中心 苹果的数据中心 中国的数据中心 中国移动的数据中心 富士康一厂 二厂的这个数据中心 包括它贵州自己 这个生产的这个数据中心 还有华为的这个数据中心 都在贵州 因为它有一个特色 贵州这个地方哦 不会地震 而且呢 不会地震 不会地震 它不在地震带上面 而且常年呢 空气就是非常清静 而且温度呢 非常宜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地方 保地 它是中央政府指定说 贵州这个地方 必须作为大数据中心 但这时候甚至你看 我们刚才讲到腾讯 对不对 他们还把整个山头都给挖空 就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然后里面放几台伺服器 放了三十万台伺服器中心 你说这重中之重嘛 所以他们讲这么 所以你要讲 贵州的自然气候 我把一个山头给挖空 挖空了以后 光是这个风的自然流动 就是我最好的冷却了 对 因为一般来讲 各位你知道 做这种伺服器中心 最怕的麻烦问题 在于散热问题 往往散热 就要花大把大把钱 结果他跟你讲 不用 我们天然中国地大物博 龟斧神空 我们自然风洞 就给你搞定 所以大家就不幸好奇啊 这种风水宝地 怎么会出这么奇怪的意外 怎么会这个风火连烧连偏 到底天灾人祸 恐怕很有可能 跟这个数据中心 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你刚才讲 连中国最重要的天眼 也放在这个地方 它用电量非常非常高 刚才讲 贵州是一个 非常崎岖不平的地方 它多山多水多瀑布 它的水力发电是非常强 所以很多才去的啊 对 我要跟你讲 天眼代表什么 它是高科技群聚中心 而中央甚至为了这边 你看看旁边的报导 它还大幅度的消耗整个省预算 等于说 大家为了打造这个数据中心 让贵州政府都整个赔钱了 甚至没有钱可以付了 但会不会就是因为 过度集中的政策 没有钱可以付 才导致基础建设 胡乱胡搞一通 连最基本的 需要用电的电缆 都弄不好 最后才造成大火 恐怕这有可能是很大的原因 另外一个非常怪的事情 是刚刚讲 今天有个数字是 过去中国20个月 已经印了 加印了 54兆人民币的这个钱 也就是将近240兆的台币 进到这个市场 然后这些钱就不见了 华杰哥你知道 这个54兆人民币的 印的这个钱相当于什么吗 相当于美国 日本跟欧盟 一年所有货币新印出来的钱 结果后来你的GDP 只到美国的70% 人家就想说不对啊 你照理说你把那个 美国英国欧盟这么多的地方 美国日本跟欧盟 美国日本欧盟 等于是主要全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钱 一年的印的钱 被你中国两年全部都印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照理说你应该所有的价格都要涨出来 你房地产的价格应该要涨上来 你股市应该要是天天都飙涨 怎么可能到现在什么都跌 你不要说股市跌 房地产跌 你知道连猪肉都跌 现在中国的那个物价指数 CPA 还有它PPA工厂出来的指数 过去这两年全部都是跌了 光猪肉跌了17% 蔬果跌了12% 以前我们讲的印钞票最怕就是通膨 印了这么多钞票 不但没有通膨还通缩 对还通缩 所以到底钱跑去哪里了 就现在就有国外专家进去分析 分析想到说 这个54兆里面有高达88的钱都去哪里 被国营企业跟央企全部拿去借贷走了 好那你借贷走你拿去投资吧 像根据我们以前有一个统计 你这个钱如果放在服务业的话 一块钱可以带动变成两块钱的效益 如果你放在制造业的话 一块钱可以放变成四块钱的效益 你如果洋企国企拿去投资 那你那个80%这样子40兆人民币的话 你应该也要创造出一两百兆人民币的一个效益 都没有 所以他们大胆研判 这个钱根本没有进行投资 他等于是说央企国企用一个名字 把它领出来之后 用了很多有一部分拿去借款 另外一部分就是被暗扛起来 然后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用透过地下经济的方式弄出去 发国难财 发国难财 那很多他们就想到说 他经济他等于有两种状况 你总是把钱弄出来之后呢 结果他们这些贪官污里 拿去买比特币 所以用比特币进行相关的交换 这也去解释了 为什么过去这一年 比特币不对的飙涨 限制上海到七万美元以上 他们就而且主要交易地点 都放在那个 这个沙兽地阿拉伯杜班这些地方 所以他们认为 这有可能跟这个54兆的人民币消失 一部分有很大的关系 搬出中国了 搬出中国 那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什么 就是这些企业拿去还旧债 拿去还债 所以他们取了一个名称 这叫做金融空转 金融放出来水 最后又回到金融去 根本没有进入到实质的社会的一个流通 然后他们就讲到一个更夸张的事情 包括你现在所有的物价 全部都下跌的情况之下 然后存款增加 所以他代表人民一般的人民 完全不敢花钱 所以就算你猪肉跌了12% 我还是不敢买猪肉 猪肉都不敢吃 都不敢吃 最厉害是这一次三中群会不开 两大 这个人大跟那个政协这两会 变成是完全过水而已 没有任何的一个经济发展方向 好 听伟 干扰到贵州 你说 你特别提醒我说 贵州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因为这个火真的来得太不寻常了 对 我们知道说一个王朝要灭亡之前 通常都会有天灾人祸 王朝灭亡 如果以人祸来看的话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 跟股市大家非常清楚 但是天灾的部分 有人就说贵州这个大火 事实上就给上天给习近平来讲 一个警示 为什么这么讲呢 贵州我们想想看 我们以前都讲贵州的时候 就讲什么 叫做天无三日情 也就是说代表说它常常在下雨 对 那到这里来它很湿润才会 它很湿啊 不太可能会发生大火 不是 我想把贵州一个非常特别 它到底想到是冰 因为它太多雨 它又很冷 所以人压是结 那个血 它不是 它到处都是冰 是啊 而且贵州人喜欢吃辣 为什么辣椒 因为他们太潮湿了 所以身体需要这个辣椒来 这个来补充一下 这个地方大火 对 结果这个 这个地方大火 结果后来归咎什么原因呢 这可能又跟人祸是有关系的 而不是单纯天章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从温家宝时代的时候 贵州就开始做一个东西 叫做基础设置建设 其实在中国各省都做一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贵州它是比较特别 它是克什特地形 克什特地形来讲 它有一个特色 它无法涵盖这个保持 这个水土保持 所以它的水分都会流失 所以当它如来做基础设置建设 比如说盖高速公路 挖山洞 然后做基建 然后做很多水坝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这个隐含的地下水的时候 就不见了 所以根据官方总计 水没了 2023到2023年 你知道 这个夏天 秋天 冬天 到2023年年底 贵州整个那个地方只有下过一场雨而已 也就是代表说 你如果下过一场雨 那你水分又流失 那你整个山里面全部都是 什么 全部都干燥了嘛 那你火一点起来 不是整个山都点起来了吗 天吾山日情 一个非常湿润的贵州变干燥了 是啊 所以我们看到 你现在看到很多的高速公路 穿山的公路 很多的隧道 都在贵州 是 然后再加上刚刚讲的 克斯特地形 它有把所有东西 这个天时地利 全部夹在一起之后 结果造成那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情况之下 又造成这个地层的 这个地质变化 所以整个贵州 跟以前的贵州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贵州变成非常的干燥 所以那个火一点起来之后 200多处 而且这是在过年期间 就开始到处点火了 那当然 官方封锁消息 不敢报 为什么 怕习近平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怕什么 怕老百姓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今年又是火龙年 大家就会穿草富贵 今年火龙年 又说贵州里面 这个山里面妖怪特别多 所以大家是不是在烧妖怪之类的 事实上来讲的话 这都是人为的破坏 这都是因为中国大陆 他相信自己的 这个基建模仁 然后基础设施建设 造成整个 这个所谓的地质的变化 以及环境的变化 另外就是 天灾人祸的人祸 现在俄乌战争里面 当然乌克兰非常的辛苦 在辛苦的状况下 美国第一个开始 我可能给你F16 然后暴风阵营又来了 接下来 他们说他们要把 克里米亚大桥给炸掉了 对 没错 最近乌克兰事实上做了一件事 那么他为了要袭击 他为了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做准备 所以他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旁边的相关的城镇 瞄准的事实上 是其中的油库 那么他们真的尝试一种新的战法 为什么呢 他先发射美国给他们的飞弹 这是诱饵 为什么呢 他发射出来了以后 引诱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防空系统不是有一些飞弹吗 防空飞弹吗 那么发射出来 拦阻这些飞弹 还有另外 那么在发射美国飞弹 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拦阻了以后 又发射相关欧盟 给他们的飞弹 北约给他们飞弹 然后俄罗斯的防空飞弹 是不是又去拦阻 就在两边去拦阻的过程当中 在另外反方向 36架的无人机就出动了 他真正是养工 前面那个是养工 他真正背后 无人机 36架的无人机 然后这36架的无人机呢 那么成功 因为前面已经吸引了 这个俄罗斯相关的 这个防空飞弹吗 防空网嘛 所以这36架无人机呢 成功那么突袭了 俄罗斯的相关的油库 等等都爆炸等等啊 虽然俄罗斯宣称 他们后来把这36架无人机 全部都打下来 但问题是没用 因为他已经这个顺利 那个完成任务了 而且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俄罗斯承认 他没有说具体说明 是哪一座桥 但是他承认 有一座桥的桥墩发生爆炸 所以造成整个桥 暂时交通状态不能过去 但他没有说明是哪一座桥啊 所以呢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已经从进攻之 变成进攻之鸟 为什么 不过 请问俄罗斯是吃素的吗 不是 当然不是嘛 所以报仇 他立刻报仇 所以他的飞弹跟炮弹呢 针对 就包括第二大神卡尔可夫 跟包括奥德萨 啪啪啪啪啪的就过去了 而且那么美国最近 这跟乌克兰的这个责任司机 那么联系过 发生一件事 发现一件事 他们大量的使用北韩做的飞弹 保洁 你知道北韩做的飞弹 它射程很远哦 大概五六百公里都有 可是你知道它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吗 目前掌握24枚群翼飞弹 打过去 那个打过去了以后 它命中只有两枚 那可怕在哪里 另外22枚到处乱飞 就是炸一般的平民了 你知道吗 那现在那么美国忧心忡忡的是什么 现在美国不是 包括援助以色列乌克人跟台湾的 不是卡在那个地方吗 卡在国会嘛 结果呢 北韩他们现在估计运送的这些飞弹 跟那些所谓的 一百多公里的炮弹呢 总共预计会运送三百多万发 如果这三百多万发 全部都过去的话 再加上之前 那么源源不断的一些 这个国家把一些 这个自杀无人机 也包括伊朗 也偷偷地给了这个俄罗斯 因为它拿到的来自于北韩 包括来自于这个伊朗的 这些攻击自杀无人机 跟这些源源不断的 炮弹跟飞弹支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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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